师父说的那些佛教故事 天王嗜体还阴,修忍辱的故事 师父今天跟你们讲的都是佛经上的故事 你们可以从佛经当中看到叫 天王嗜体还阴,修忍辱的故事 都是佛经上的 它是在《别一杂阿含经卷二》 第二卷当中 那现在我用白话跟你们讲这个故事 说过去天人和阿修罗 常常为了争夺酒色而争战 所以到了天上照样还有酒和色 那么经常打仗 有一天他们又要准备去打仗了 这个时候天王嗜体还阴 就告诉天子们 天子们如果我们得胜 一定要将阿修罗王勤来天公 把阿修罗王抓过来 在另一面呢 阿修罗王呢也告诉了他的眷属们 中卫如果我们打了胜仗 我们要将尸体还阴绑到我们的宫殿里来 哇 个个都豪情壮志 一番激战之后 天人打赢了 天人打赢之后呢 把阿修罗王就抓到了天公去了 抓到天公呢 他一见到第四天 尸体还阴呢 就破口大骂 出言毁利 他就说你这个王 怎么怎么就讲他 但那尸体还阴呢 却无动于衷 漠然不应 我把你抓来了 你怎么骂我 我都不理你 身旁的侍者看了之后就说 哎呀 天王啊 你是因为经不畏确吗 就说你是不是很害怕他 他怎么骂你 你一句话都不敢讲呢 还是因为你能力不足啊 那下面的人其实就挑拨了 阿修罗王 这个时候口出恶言 你这个天王 你为什么还能忍得住呢 尸体还阴就回答 我并不是因为害怕 和自己没有能力 因为我在学习人路 于此之人见事短浅 总是让心随着外境波动 不得安宁 如果我回应了他 不就和愚人一样了吗 如果我今天去骂他了 我也变成一个愚痴的人了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讲的 有的时候你们去跟一个傻瓜 两个人去辩论 辩到后来不知道谁是傻瓜 你就是个傻瓜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非常精彩的 第四 就是第四天的天王 他就说了一个寄语 我观自尽欲 就是我看啊 去自止或者尽止美的人 莫过于忍莫 就是不如啊 你自己啊 忍耐静默 所以不要去跟人家吵啊 你不讲话 胜过你去跟人家争啊 自止的 你不要讲 你不要讲 你让我讲 接下来 称慧直胜时 当一个人恨心 非常的 甚怒的时候 至就是火烧火燎的 至胜时 就是火烧火燎的时候 唯忍罪能治 哎呀 只有忍耐啊 才能自止 愚者未有力 愚蠢的人啊 觉得自己啊 我要有力量 我要去跟人家斗 叫愚者未有力 而实是无力啊 实际上跟人家斗的人 你没有力量的 有力量的人 不跟你去斗啊 愚不施善恶 因为愚蠢的人啊 不知道什么叫善 不知道什么叫恶 所以无法可禁止 你没有方法 可以去制止他 你们去看 一个人在发怒的时候 你有什么办法制止他 你不要讲了 算了 你不要再讲了 我讲过了 你不要讲了 他还在骂 你有什么办法 让他不骂 你最好的方法 你不要讲话了 他一会就不骂了 这就是无法可禁止 就是没有方法 可以禁止别人不讲话的 我身有勇力 我这个人啊 虽然身上我有勇气 我有力量 能忍愚劣者 就是能忍的人啊 能够容忍这种愚蠢 恶劣之人啊 世民第一人 在任何的勇气啊 力量当中啊 支持别人啊 你要学会忍耐 因为忍耐 这是首要的 那是第一的 所以叫 世民第一人 其实就是名称 称为第一忍耐 所以忍中之善者 这个人才称为 忍耐当中最为圣 最好的 危者 于有力 不得不行者 能力有限的人 有的时候 不得不去做 这些事情的 世民 不为人 什么意思啊 实际上 就是告诉你 这个人啊 是害怕 危惧 才去忍耐的 你是害怕 你才忍耐的 人家说 我要告你了 好了 不讲话了 就这种人 叫忍耐 是害怕之后的忍耐 你有本事 跑上来 就不要跟人家 打官司的时候 你就忍耐 那这个人 就真的有本事的忍耐了 所以 不明为实忍 不是实在的忍耐 威力得自在 你越是忍耐的人 别人越不敢碰你 因为人家不知道 你是干什么的 人家不知道 你有几斧子 可以亮出来 人家也不知道 你的亲戚朋友 说不定是一个谁谁谁呢 后面不知道 你本身是个谁呢 所以这种啊 就是告诉你们 威力得自在 实际上 你能够忍耐的人 你的威力啊 因为你有威力 你忍耐了 你反而得到自在 我不跟你斗 但是我有能力 你这个人就自在 为他所毁骂 如果你被别人 所诽谤 所谩骂 木然不加暴 就是我 如如不动 我不回归你 骂你 我不回报你 我不跟你对着干 世民为圣人 这个呢 才会叫圣 就是战胜 能够高一级 叫圣 高一级的忍耐 非常高尚的 这种忍耐 接下来叫 威励不威力 威力了 所以你呢 自己到了最后呢 不敢去抱啊 不敢跟人家闹了 这个人呢 实际上 因为你害怕之后 你才不敢去跟人家搞 害怕别人的威力 不明未行人 实际上 这种呢 不成为你的行为上 能够忍耐的人 英语无智 正 英就是小孩子 愚痴的人和小孩子 还有没有智慧的人 所以你去看 小孩子为什么说他没有智慧啊 跟那种愚蠢的人排行差不多 你看小孩子经常做出来的事情都是像傻傻的 叫英语无智 还再加上个没有智慧的人 这三种人 婴寒 愚昧的 无智慧的人 恶害已嫁他 去伤害人家 见他默然忍 人家不跟他搞了 便以为胜 他以为自己胜利了 这些人没有脑子的欺负人家的时候 人家忍耐 他以为自己胜利了 接下去 贤胜有智者 贤胜就是有高尚的人啊 有智的 只有智慧的人啊 为人最为胜 他们说啊 为就是他们说啊 忍耐啊 是最为上的 最高级的 是以贤胜众 圣贤的一众 就是这些人 恒战忍功德 就是你一定会经常 战欲去做那种忍耐的功德 除以病与他 灭除 猪危难 才能灭掉你心中的 害怕的感觉 见他 称会圣 看见别人啊 正在发怒啊 正在难过啊 爆跳如雷啊 但能行默认 就是你啊 能够自己啊 行默认 就是默默的忍耐 鼻称自然灭 对方啊 这种恨心啊 自然就灭住了 不凡 刀仗力 就是不用拿出个刀啊 滚棒啊 来跟人家 这种打呀弄啊 就是不凡 刀仗力 彼此得大力 就是大家啦 和气 和爱可气的 有一方忍耐 大家不动刀 不动仗的话 彼此都得到大的利益 大家不打架 大家都可以得到利益 自利 亦利他 自己不打架了 自己是得到利益了 没有受到伤害 那么让别人 也没得到伤害 因为只要一打 两边都会受到伤害 愚者未忍却 就是很多的 脑子坏掉的 傻的人啊 愚蠢的人啊 认为啊 哎呦你看 跟人家不敢打闹 你这种人啊 这种胆怯的人啊 你没有用的呢 你有本事去打呀 所以很多爸爸妈妈 教育不好的人 过去在邻居一吵架 就跟孩子说 跑回来哭什么 有本事到他们家去 砸他们家东西啊 那小孩子不懂啊 他冲过去把人家家里 锅子砸掉 这就是这种爸爸妈妈 愚者为 你这孩子啊 怎么这么胆劝啊 闲智之所在 如果有智慧的 闲能知识啊 他们都占预啊 好啊 这个是好事情啊 人与圣极者 不危患害故 如果能够忍耐 战胜自己的人啊 你就是因为恐怖畏惧 所以弱于等其争 如果跟自己一样的人争辩 畏惧害故人 就是畏惧就是 你会害怕 你才忍耐 因为你跟别人争了 你会害怕别人搞你 所以你才会忍耐 这种不是真的人 所以能忍卑劣者 如果你这个人 能够忍耐一个卑劣的人 这个人很垃圾啊 天天在单位里搞你啊 天天在单位里骂你啊 天天在领导背后搞你啊 你能够忍耐这个卑劣者 忍中最为上 也就是说 一个人能够忍耐这种坏人啊 你这个人是忍耐当中 最好的最为上 这个就是寄予 有的人就是这样子 家里老公 有一段时间发疯一样的 本来跟他结婚的时候很好 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发疯了 整天搞他弄他 这个老婆呢就学会忍耐 一直忍一直忍 哎呀 忍到老公实在觉得对不起他了 过一段时间又好了 你把这段时间化解掉了呀 有的时候 你看看他发疯 他会好的呀 有的时候 你看他做坏事 他会好的呀 但你要改变他呀 所以佛陀 所以佛陀 借此告诉比丘们 尸体还阴 虽未三十三天的 逃离天之王 尚且修习 赞叹 忍辱之法 他还要赞叹和修习 忍耐的方法 何况我们替法修行的出家众啊 师父说了 何况你们这些还没出家的居士众啊 更应该学习和赞叹 忍辱之法 如此才能真正的成为出家众 和在家修行人啊 你们以为你们坐在下面 没有学忍辱啊 难过吧 坐在这里 一直坐着 对不对呀 不开心了 也得坐着 不叫忍辱啊 烦得不得了 有很多事情 一直坐着 不叫忍辱啊 叫修忍辱啊 师父还讲得好的呢 你们有时候去听法 你不要听的话 你也得坐着 懂礼貌呀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开会 不要听啊 打哈欠啊 伸懒腰啊 都是没有修养啊 这就是忍辱呀 所以 佛经上讲 能行忍者 一个人如果能够行 就是能够做到自己很忍耐 这乃可名为有利大人 这个大人呢 不是一个大人小人的大 大人就是说你高尚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 有时候有很多的烦恼啊 有的时候很痛苦啊 忍耐要不拉 去发疯好了 在单位里去发疯好了 我忍不住了 我不行了 我告诉你啊 马上就送到医院去了 你说你在家里不能忍辱 你这个老婆就说你是神经病 你这个老婆在家里狂跳狂叫 老公就说你神经病 你说要不要忍耐啊 你在单位里跟领导关系搞不好 你一跳 你就是神经病 马上就开除 马上就对你批斗 你就这么简单了 你什么地方不能忍辱啊 不能忍耐啊 排个队你不能忍耐啊 你动不动吵 人活在世界上忍耐啊 一辈子都忍耐了 不忍耐都出事情了 不能来家里出事情 在单位里出事情 师父能够今天这样 我能够成功 我忍耐啊 忍耐的人一定成功的 我需要你们每个人都学会忍耐 你们才能称得上佛陀的孩子啊 动不动就跳 那不是动物啊 狗啊 踩他一脚就咬你一口啊 我不是讲过的 一个狗如果咬你一口 你也抓住他 也咬他一口啊 所以佛陀讲 唯有一个忍字 方能止心不动 心才不能动 唯有平静的心水 心里的水平啊 心要平啊 方能成应万物 我们学佛做人 不要被外境所染 人家让你闹 你不要闹 对不对啊 人家叫你跳 我就不跳 人家恨 人家恨 我不恨 人家吵 我不吵 唯有忍字 我才能有二家 还是为了 我们的人家 我才能卑你 看到你 我才能有一个忍字